在手機解鎖 它還可以有更多功能 再來 然後就可以打開我們的門了 辨識瞳孔外 有色環狀組織 豪宅大門輕易解鎖 在日本應用層面更廣 對卷手機掃描鏡頭 操作者就能登入銀行帳號 執行網路或行動購物 跟其他方法相比 尋找銀行購物 指紋辨識特徵點8到9個 臉部需要20到80個 目前紅膜最為嚴格 特徵點要達240個才能解鎖 但也不是萬無一失 事實上也有國外有團隊 用透過就是用夜間模式的 夜間模式的方式來去做所謂的拍攝動作 已經有騙過 就是用紅膜辨識手機的記錄 電影當中靠紅膜辨識進行身份確認 就能開啟家門 或者打開重要機房甚至操作武器 紅膜防線背後的資料庫 如果儲存的夠龐大 一旦外洩機密全兜漏 當有人取得了你更完整的一些 生物特徵的資訊的時候 可能這是你的門禁 或是你的保險庫 或是你居家的任何安全 甚至說你很重要的研發基地 就會可能被辨識 例如我今天可能被領檢 領檢只想看我們喝酒 我們18歲可以開車 但是如果他今天 以用這個紅膜解鎖的話 他還可以看到我相關的一些影集或病例 紅膜辨識雖然很難偽造 但如果遭有心人士突破 即便豪宅也能輕易開啟 有遭窃疑慮 銀行個資全都漏 信用卡也可能被盜刷 手機通訊的對話記錄 甚至就診病例資料看光光 等於隱私全曝光 紅膜科技還得克服隱私外洩的疑慮 三天新聞馬章號 在裡面台北報導